歡迎收看 WTG 回事莎莎 現在生活呢 大家都希望生活裡面有小幸運 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得很幸福 那我們聯合國公布在2018年 世界幸福報告指數裡面 台灣全球156個國家當中 位居第26名 真的太厲害了 而且呢還有一個更值得恭喜的是 我們上一次是33名 這一次是26名 所以進步了七個名次 所以真的 在亞洲呢我們算是成館 就是在亞洲我們是最幸福的國家之一 所以呢我們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那其實我們很多在座新住民 可能也是因為台灣有那種幸福感 讓他們想住在台灣 或者是他們因為別的原因 今天呢都來好好的聊一聊 你們覺得在台灣生活幸福嗎 幸福的話舉圈 你覺得其實還好 我是因為別的原因來的 對 我是因為 就舉茶 我是因為 我是因為懷孕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在主 我真的不在主 你講得對了 好 所以有圈也有茶 還有中間 那開朗哥你舉圈為什麼呢 發跌 對 為什麼 喝到話 沒有 沒有 結果來台灣就有發現就是說 哇 這個 每天好像都二十幾次都會聽到什麼帥哥 哇 就是說 我去早餐 女人在冰淇淋在身上啊 或是寫名牌說叫我帥哥這樣子 背後也有 反正就是說 就怎麼排隊的時候 欸 帥哥來來 你的什麼東西好了什麼之類的 我就哇 天啊 就大家都說 這個帥哥這個比較有感情 但是後來發現呢 台灣有一千一百五十萬個帥哥 沒錯 一千一百五十萬個美女 所以大家都那個很鼓勵說 就長得不管是帥還是不帥 還是都一樣就是說 就多鼓勵一下這個帥哥 但聽了心情就會很好啊 一開始開心 早餐店的阿姨最喜歡說 帥哥 你要什麼 沒有 而且發現就是說 那個有幾個人排隊的時候 帥哥的大家都 對 是我嗎 就忍不住都會 或者是有人說 妹妹啊 我說 蛤 就是什麼 然後來台灣就發現大家都 哇 這樣的一個 彼此這樣的熱情的一個稱呼 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韓國其實不會 韓國頂多是小姐 或者是先生 或者是客人 客人比較多 客人請幹嘛幹嘛 所以你看他年紀比你大 你也不會說美女 或者是妹妹這樣子 不行 這樣的話 對方可能會誤解說 這個人就可能 就要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要大聲 天啊 好訝異喔 對啊 帥哥 韓國的文化跟台灣不一樣 韓國他們對階級 以及這種敬語非常的注重 今天只要你在公司的階級 比我高 你是我的長官 就算你年紀比我小 我還是要認識你 那我最近常聽到有說老闆 老闆 對 你叫他老闆 對… 大家今天有叫他老闆 沒有 因為他們看年紀的關係 對 叫老闆 就是年齡已經開始慢慢騷漲了 但是我也知道 那個林森伯爐 上次不開始就被老闆 對 林森伯爐 好 所以年紀騷漲叫老闆 然後年輕一點的就是帥哥 你都是被叫做 老闆 帥哥老闆 好的 我覺得是來台灣滿幸福的 因為像我們是外籍信仰 剛來到台灣什麼都不懂 走到哪裡都會遇到 滿滿的熱情幫助你 對 因為台灣人只要聽到 你是外地的 你只要一問到他 他都會很熱情幫助你 就覺得很溫暖這樣子 就像有時候高雄人來台北 台北人也會 在感覺不出來 台北熱情比較隱瞞 對 可是台北人到墾丁就很熱情 對 火力全開了 我台北來就很熱情 那是解放 解放 而且在這邊 比我們那邊安全多了 因為我們那邊就 像我住比較鄉下一點 晚上盡量不要出門 或許也不要太晚回家 因為越南現在常常發生 場劫更常見的事情 對 對 你們走路不能玩手機 因為會被搶走 對 對 只要一 等一下 再按按 欸 我手機 手機就走了 不見了 對 然後就是 路上這樣子也沒有很多 路燈或許監視器 所以常常抓不到那個兇手 那就比較危險 所以反而在台灣 會感覺到比較安心 對 就像很多美國人 外國人 來我們越南那邊玩 他們可怕的 他們會把錢藏在 他們的內褲裡面這樣 或許錢藏在他們的 鞋子下面 然後背包都會 背在前面這樣子 但在台灣就不用 可以放棄 在台灣真的完全不用 你整把鈔票拿在手上繩子 有人在台灣 台灣我之前去便利商店 然後買咖啡 然後買完之後 手機都放在那邊 我放了 我放了四個小時 我發現我手一直見 然後我再回去拿 那手機還在那邊 還放在那邊 這太舊款了 沒有意思 那是因為 那是太爛不想拿 因為有監視器 台灣現在到處都有監視器 所以台灣就非常安全 或者是之前我去提款機領錢 OK 都沒問題 弄完我就走了 我連錢跟那個都沒拿 我就走掉 我不是有橡皮擦這種腦筆嗎 但這些都沒有不見 因為它會自動收回去 或是有人就幫我 對 拿出來交給行員 超好的耶 非常的貼心 因為我懷第一胎的時候 是在台灣 那我真的覺得 在台灣產檢 或是生產後續 都非常幸福跟方便 因為我覺得你住哪裡 你附近都有一間診所 或是醫院 就在你附近而已 都很方便嘛 那我懷第二胎的時候呢 是在香港 那我是去 政府醫院檢查 產檢這樣子 那它的步驟是非常繁複 那你第一步 你要先去診所驗孕 它確定你懷孕了 它會開一張懷孕證明書 你要拿那封信 再去政府醫院登記排隊 那你去的那一次 你只是登記而已喔 你不會做到檢查 然後後來它會再給你一個日期 說你什麼時候去看 回來檢查 對 回來檢查 大概就是一些比較大的項目 就是比如說 糖室篩檢或是 認證糖尿病 才會去到醫院 那其餘的時間呢 是去一個叫 母嬰健康院的地方參檢 是家裡附近的診所嗎 它就是可能離你家比較近 對 但是它也不算是診所或是醫院 它就是 有點像健康中心這樣 等於說它 產檢的設備是非常基本的 就是給你聽一下寶寶心跳 或是驗一下尿而已這樣子 而且你去的時候 要現場等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是90號 我以前要從1號開始等到90號 它不會給你號碼 它就是給你日期去 不會給號碼 它就給你那個日期去 好可怕 我沒有號碼 你要去現場等 你就是乖乖的在那邊看 對 就是很浪費時間 而且我覺得對孕婦來說 要跑那麼多的地方很辛苦 我覺得這可以反映一下移民署 大家可以請派一位移民署的員工 來就是幫他等一下那個派 他就說香港 對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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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裡面這樣掉下來的 老闆 你們看到人這種人 你幹嘛 我覺得生產會的話 一定台灣比較好 為什麼... 第一個是 洋水檢查 洋水檢查就是這個 洋墨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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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連啦 其實在日本也有洋墨穿刺 但是呢 在日本沒有台灣那麼普遍 但是呢 台灣呢 就像去便利商店一樣 就大家就... 也... 也沒有... 這麼方便啦 真的喔 真的... 真的... 我就... 對 太誇張了 很有名的洋墨穿刺的那個衣衫 我跟那個老婆一起去看 然後就洋墨穿刺的時候呢 那個衣衫也就很親切 然後我就旁邊在看 洋墨穿刺的時候 就有醫生說 你不用拍照嗎 可以拍照嗎 所以有這個嗎 你... 看來可以自拍拍 真的假的 而且還可以錄影啊 錄影啊 然後醫生還會進來說 對 這樣可以嗎 對 所以我從那個 薑莫穿刺到尾都一直都錄影 真的嗎 真的 錄影拍 真的 這麼酷 哪一家業 可以 是可以 我老婆那時候做超運步的時候 就是小妹妹的手跟腳出來 然後醫生還幫我跟我老婆 還有還沒有出生的小朋友 三個一起拍 你說醫生幫你們合照 因為它是雅婆穿刺 不是穿刺 我老婆就穿 是超運動 在日本這樣做的話 一定會被罵 對 會被趕出去 然後最後還是這個 月子中心 真的 這個超棒的 這個東西在日本沒有 所以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我聽到月子中心的時候 我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聽的是 在台灣做生小孩之後呢 女生不能洗頭 對 不能吹風 就被關在月子中心的地方 就叫做月子中心的地方 然後就 不能洗頭 他們說你吃什麼你就要吃什麼 不能做什麼就不能做什麼 沒錯 然後就苦笑苦心的那個樣子 以為下在機中營對不對 對 但去過之後是不是覺得 吃過之後我下一掉好了 超棒 想把家賣掉 真的 哪裡的一個是 是高級飯店啊 你這個超級高級耶 這是你老婆住的嘛 是 老婆住的 你家好有錢喔 老婆有錢 老婆有錢 超棒的 有錢 出現 現在 沒錯 很不便宜 現在 中心有到逆充的美景景 真的 台灣的逆充就是很發展 那你老婆住多久 住一個月 一個月花多少錢 一個月 三十萬 對 三十萬 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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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老婆 等一下 住十萬塊的月子中心 想要買二十萬的名牌包比較好 還是住三十萬的那個 怎麼樣 那我買名牌包好了 是嗎 你買這個新的 我也是這樣 對 不要看這個選擇定義 而且台灣人會覺得 月子做得好 女生比較不容易老 她對老婆好好喔 原廠還有排特殊 而且每一餐也有很豪華 很奢侈 你有一起吃嗎 我有一起吃 超好吃 真的 我一直吃也還吃得飽 就是兩個人吃也吃得飽 對 我沒有懷孕 也沒有曾經懷孕過 是我姊姊懷孕過 你只是有坐月子而已 對 我想問你的高級坐月子 對 因為他們是照三餐吃 還有下午茶 他們根本就吃不完 對啊 你一定要幫他吃啊 對 而且二十四小時就護士 就看小孩 所以日本的物價水準 這樣不算貴 但他是在台灣的 我知道 但日本的物價是 台灣的2.5倍吧 所以台灣真的不會很貴 其實不會 所以我真的 我都 捨不得離開了 我改天跟別人說 你到底有多有錢 沒有 因為台灣現在 男人願意花三十萬 給老婆坐月子 一般上班族 其實是花不少 沒關係 年紀不到 對啊 你老婆也是在月子中心 那一個月 住一個月 住一個月 媽媽一個月 也是差不多這個價格 你看 你看 不是 不是 可是我覺得這個錢 可以花 因為在裡面 媽媽跟媽媽們很多交流 對 都新手媽媽 然後大家一起上課 然後一起開始團購 媽媽在裡面 非常非常快樂 因為很多媽媽 其實生完小孩 會有點憂鬱 會 你也覺得自己怎麼都變了 那個時候 如果又要再擠母奶的話 那個媽媽真的會瘋掉 真的會發瘋 然後小孩又在那邊哭 你要擠母奶 真的 對 所以月的中心 其實是很大的精神支柱 超值班 你這個錢如果不花的話 你地址會練練 所以你 安泰做比安泰稅好 真的 憲哥 憲哥 我沒有在 而且很貴也很值得 對不對 新加坡會比較幸福 因為 看到很多就小孩子啊 在這裡就瘋狂補習 七點半起床 然後到下午才下課 那新加坡不是這樣嗎 我們基本上 中小學是才半天制 蛤 對 禮拜一到禮拜五都半天 那半天 那他們下課會要去哪裡 因為爸爸媽媽會要上班 就下午可能就是 戶外的活動這樣子 就可能今天我學音樂 還是我打籃球這樣子 對 而且我們教育部那裡 其實就是有採取新的措施 就在未來 可能就考試啊 方面都會拿掉 就是為了要給小朋友就是 快樂的成長 對 所以其實這樣聽起來好像 我怎麼覺得妳講這點我就輸了 不會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 都是覺得台灣滿幸福的 對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大家 就是在你們國家跟在台灣 這有什麼比較不一樣 比較幸福的地方嗎 我們的那個醫藥費滿高的 因為我們不會分醫生跟拿藥 我們是統一在一起 可是 台幣嗎 台幣 對 四五百塊起跳 然後像我姑姑啊 她之前 她在... 因為她有拿到那個 台灣的永久居留 她上次在那邊動一個小手術 我沒記錯的話 她就跟我講說 費用加起來全部大概四千多台幣 太高 算 我覺得我不知道算不算高 可是如果跟馬來西亞比起來 我覺得你們就會嚇到 因為如果同樣的手術在馬來西亞做 全部加起來 哇 差起來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健保 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那個時候十字任代斷掉啊 就是開刀加住院 然後加後面的復健 成功才花四萬 結果在國外就怕要六十幾萬 對 真的是 我一個朋友 他後腦有一個醫學 然後現在用那個達文西菌去 就從那個大動脈那邊 達文西菌去把血清乾淨 然後從靜脈出來 那整個會用是三十... 將近三十九萬 那自己付三萬八千九 其他都是我們付的對不對 就是我們是把那個健保 我們也有一起付 台灣的 台灣的健保是全世界第一的 不過馬來西亞一般的民眾 括號只有一塊錢 對啦 要看政府的話 但是手術很貴啦 因為你們那邊的醫生比較少 那最近有很多來台灣的僑生 醫生都回去了嘛 回去差不多有六百個左右 所以你們那邊現在 醫生的水平比較高了 可能之後就好一點一些 對… 你看現在很多奧客 常常會打醫生 所以他要醫生是最可憐的 真的 辛苦 你看他還跟你自拍 對啊 還要學什麼拍照 要不要跟你們看 會不會罵 送牌 好幸福… 所以講到醫療泰國 每一個 每一個家都是醫生 自己會自己 要討論一下就好了 對… 每個都神龍寺 對 我們泰國呢 台灣 什麼 超方便 交通嗎 應該交通 怎麼那麼好拍 泰國才要超帥的 是真的啦 泰國真的太不方便了 不能不講到交通 是真的 對 你們好帥喔 雖然講了十遍 還是要講 對 因為泰國的 像我們等車好了 你們30分鐘 你們都已經閒久了 鄉下 你們鄉下30分鐘好久喔 台北很快 10分 20分就來一班 對 5 5分鐘就來 很快 對 可是泰國呢 1個小時 如果說你錯過那一班 我曾經錯過以前 我都被我 差一點被我爸爸打 你去哪裡啊 你幹嘛 沒有 因為我去讀書 我是在我們的都市 讀書 然後要搭公車回家 差不多要坐30分鐘 但是第一班 那個已經滿了 也已經看到我把他走了 你再怎麼追也追不到 對 所以第二班就是 因為是我啦 我就去逛嘛 因為還有一個小時 就是要走 走 走 我怎麼不能爬上去 坐在上面吧 這太危險了 不行 所以如果說男生會爬上去啦 可是如果女生就不會嘛 然後等下一個 我就不會去走了 就是乖乖的 最後一班 我不能再去走 站在那邊等我 其實這還是很不合理 因為他坐車只要30分鐘 但等車要等一個小時 對 很不合理 對吧 對啊 所以很辛苦 而且你們其實曼谷有捷運 但是捷運其實常常停在一些 不是太熱鬧的地方 還是要走一小段 對 可是在曼谷 至少有 AutoBuy 就是騎AutoBuy這間 送那一種 對 看小方 台灣什麼超便宜 健保 物價 物價嗎 吃飯 吃飯 便當 還是 約會 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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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技全開 新住民 無極限 所以我們想好一個 非常好的解決這個 房地產這個問題 是 就是開朗的 應該叫開朗的開房聯誼會吧 很容易發霉 很容易發霉 我的朋友的故事 吃完藥然後塞完 三天塞完好了 我看你手的也很順 我看你手的也很順 新加坡的感覺跟台灣來比 會比較不擁擠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政府就有這個政策 其實買一個車子 需要有擁車證 什麼是擁車證 就是我買了這個車子嘛 這個是它的價格 然後你還要再加 擁車證的價格才是 正正車子的價格 所以是 有有一台車的 如果今天Toyota Vios 賣七萬好了 那我的那個擁車證 是兩萬多 那是七萬再加兩萬 就是九萬多 新幣 對 新幣 九萬說十盒台幣 大概是兩百 十萬 一百六十幾萬 所以其實在 Toyota Vios一百六十幾萬 所以在台灣 可以買很好的車子 一手 這是一手車啦 那你們要有車子的那個 停車位嗎 不用 這個就有差別 你們這裡就是買停車位嘛 我們基本上那你買房子 是會有停車位 對 就算沒有停車位 是可以拿去 就是有的租 那我問你 那這擁車證 這十年之間 我怎麼換車 擁車證都可以不用換嗎 不是 同一台車 對...就可以不用 一台車要配一個擁車證 對 然後這擁車證 其實就是你可以看 這裡有日期喔 就是其實一個月會標價兩次 就是 所以它是有限額的 對 所以這個價格 其實都會起起伏伏 好 那開朗 什麼什麼什麼 哇 樣樣好 應該是女生 樣樣好 她應該都是女生 她又有早餐店 老闆娘 早餐 樣樣好 她都講不進軍耶 所以說 各位這個 所以我們的生活好多是基本就是那個 衣食住的這個部分 那衣服其實韓國也是有四季方面 台灣就夏天跟冬天 對 那其實是冬天也是有出太陽 就是稍微天氣有點熱這樣 所以衣服或者是棉被 都是準備有兩個季節就好 那韓國就要四季 跟日本一樣就是 你們棉被也是四種嗎 我們家有四種 對 就是說 春天要比較花色 然後就不一樣 然後冬天 夏天比較薄 那是你自己的 那是你自己的 春天還要花色 反正 換季節了 現在做的是一個換床單而已 就很辛苦 麻煩 對我來說是很麻煩 而且衣服也是一樣的 就是換季節要多勤勞 要收一下那個外套 對 那就放在那個衣櫃裡面 然後在夏天的衣服拿出來等等 就一直換季的時候 就要做這個動作超級麻煩 很麻煩 然後台灣就是各大馬路 多有一些那個美食 世界各國的 什麼印尼 越南 什麼客家也有等等 就是台灣樓下都有 然後我就看到是 12月31號 每一年就是大家都 就快來快一點之後 就是凌晨時間 我就有看到很多 女生躺在地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然後就... 你哪裡看到 女生躺在地上 太假了 那新入園有什麼 不然說 新一區那邊很多 然後我... 他們生病了還怎樣 我就去背後那邊回來 就沒了 沒了 人都那個... 剛剛那個地上睡的 那個幾個小姐都不見了 對 我不可以實在 反正就是這個 你們都沒有發現嗎 沒有耶 沒有耶 我... 你太假了 你都... 到小時候到哪邊去看 到哪邊見識 我們都要錄屏專案 OK 反正還另外一個就是 我比較... 沒有壓力的時候 跟台灣人一起聚餐 或者是吃飯的時候 比較沒有壓力 因為... 韓國就... 因為你一開始吃飯 就是不是吃飯 就是要喝... 喝很多 就是應酬交際 喝到凌晨幾點 小紅酒 台灣就很方便說 大家都快到十點 不到十點 明天要上班 我就今天要... 一個一個回家 我就... 我就勉強說 你個人... 我們就還是很難 就難得見面 就再多喝一杯 他說沒辦法 客套話講一下就可以了 對 那真的很方便 我就回家 就不到十一點就可以 然後就好好休息 所以你很喜歡 跟台灣人一起吃飯 沒問題 這個沒問題 對 我們今天晚上都有空喔 我們今天晚上都有空喔 回去約我們嗎 因為今天酒家很厲害 我就...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等你約... 我不怕 反正九點之前就回家好了 對... 太多人也會想回家 沒有問題 好 那剛剛大家都是講 台灣很好的地方 但是我們也希望 聽聽大家的意見 所以想問一下 你覺得台灣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覺得在台灣比較容易生病 真的 像最近好多人敢放 最近敢放的舉手 對 真的好多人敢放 真的 真的太容易了 我覺得太容易 因為台灣在... 是海島國家嘛 然後我覺得空氣真的太潮濕了 因為在馬來西亞的話 馬來西亞是赤島 所以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然後我覺得其實比較適合 老人家在那邊安居養老 因為比較不會有一些什麼 有曬太陽 對啊 心臟... 可是你們室內的冷氣都好冷 可是因為我們的外面的空氣 品質也比較乾啊 所以其實整個可以 還OK 對 可以搭在一起 然後我是覺得說 台灣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你們有天災 然後馬來西亞是沒有 就你們的地震 跟...我們是人物比較多啦 颱風 地震 海嘯 對 颱風 地震 海嘯 你們那邊都沒有啦 然後因為我們那邊 是幾乎完全沒有這些天災 然後所以只要可能搖一下 我爸就會打電話來 搖一下就會打電話來 然後颱風吹一下問說 你還在嗎 對 這樣家人比較有機擔心 真的嗎 你打電話好奇怪喔 不是 因為我們那邊 真的完全沒有天災 所以只要有一點點 我們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世界要塌下來這樣 對啊... 我覺得這是一點小毛病 就是太容易生病了 應該是真的還滿可怕的 對啊 對... 他講得對 常常生病嘛 對 然後而且在台灣 複產科超好用 不是 真的很像電力商店一樣 是真的 又是電力商店 一個地區 你們一定會有24個 兩個一個區域 對 心理 都小額哥 複產科 所以我 我在嫌台灣的這個 發霉 發霉 下面是什麼 一府發霉 蔬子 蔬菜 香蕉章魚 貝殼 她說香蕉發霉 她說香蕉也有吧 香蕉發霉 很容易發霉 貝殼發霉 對 貝殖 妹妹啦 妹妹很容易發霉 海鮮 海鮮很難發霉 海鮮呢 海鮮 為什麼你們講話都是很... 很文明 因為你是你心 你是你心 很誇張 為什麼就文 妳講得很難發霉嗎 不是我 他常常還才知道好用 沒 沒 我的朋友的故事 我朋友常常發霉 泰國來的朋友嗎 對 泰國來的朋友 常常妹妹發霉 你知道嗎 因為天氣潮濕 然後第二個就是醫療 就是治療一直不好 吃完藥 然後塞完 三天塞完好了 我看你手似很順耶 他剛才說塞我 塞 而且他剛才塞的時候 他還有在吃包裝 對 很順便留著 等一下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是愛的 我的朋友 對 塞完三天 好了 好了 休息兩天又來了 你知道嗎 因為太潮溼 然後第二個內褲 塞不乾 對 一身抓 因為內褲 塞不乾 所以我的朋友 你知道嗎 好緊張 他手這樣用緊 現在不准自己舉起 對 常常 我的朋友常常 現在都用棉棋內褲 喔 都不買那種漂亮的人 對 都穿棉棋褲 因為比較通風 好奇怪喔 對 我從來沒有 沒有生意片嗎 從來沒有聽過 就完全發霉 不要 不要 不要這樣 但是我覺得呢 房地產 喔 地產 一場高 真的 對 有一個網路平台 叫做 Global Property Guide 就是 全球 房地產投資平台 對 就是它發表的一個數字 就是代表台灣真的很貴 這個就是 投資報酬率 投資料報酬率來比較 對 因為那個 房地產貴不貴 是光看價格的時候 不知道 看不出來 對 因為呢 就算貴 對 就是房租越貴的話 那還是值得投資 還是可以賺錢的 對 但是台灣的話 就是最低 代表是 台灣房地產很貴 但是呢 房租很低 投資報酬率 對 投資報酬率很低 是這個意思 而且泰國是最高的 好高 泰國高 泰國其實比這個還高 它是2018年了 如果用2013年 台灣的投包率才1點 差不多1.3 1.3之類的 對 所以這個是還高的 這個數字 所以台灣的 台灣的房地產在亞洲 應該僅次於 如果用 再把它還原我們的 那個薪資水平的話 僅次於新加坡跟香港 所以我們台灣的房地產 貴是排在第三名 那台灣在2014年 2014年是最高的 那最高的時候 台灣的房地產 從此開始往下跌 但是我們的勞動人口 也從這邊開始出現死亡交叉 所以台灣的房地產會慢慢跌 慢慢跌 憲哥那你覺得跌到谷底了嗎 還沒 真的假的 所以我們還可以 如果要買房子開 可以再等一下 還可以再等 因為上一波是 92年的SARS低點 93年攀了一年 漲到103年剛好漲了10年 103年到今年才5年 所以應該還要再跌2年到3年 從時間鋪 好 台灣年輕人就買得起房子嗎 然後這個活動 買不起 跟日本一樣 絕對買不起 沒有 日本年輕人是不買房子 台灣年輕人是買不起 買不起 真的 對 為什麼泰國高 現在泰國的年輕人都在買房子 對 對 所以他的投資率很高 因為我們年輕人都在買房子 對 因為我們的 就是沒有台灣那麼高 因為他有人口紅利 對 泰國有8600萬的人口 他的人口紅利超過16.9% 他們每一個人都生三個到四個啊 像菲律賓每一個家庭都生六個啊 台灣都只有生平均 不到一個 0.94 0.94 那你想想看 如果現在台灣未來再過10年就好了 一個獨生子跟一個獨生子 兩個結婚以後 他在那邊等20年就有兩棟房子了 我也會非常相信說 剛剛那個台灣是幸福排名 是26名對不對 對 如果這個綁批層問題是解決的 那我相信說跳到那個前10名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幸福就是等到那個 我們的爸爸媽媽過世 才能說我們不幸福 對 對 你不要去想他嘛 幸福很簡單 是嗎 其實全世界幸福第一名的是尼泊爾 尼泊爾的人他沒有... 他不一定要有房子啊 我們小時候是很簡單 很幸福 現在是 真的 所以其實沒有想像那麼複雜 像韓國來講是全世界 自殺率最高的國家對不對 那為什麼... 你不要講他再來講啊 來...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嘛 不用拔... 要拔起來啦 自殺率有高 但是沒有很低名吧 因為你們壓力太大了 第一名... 第一名是日本 對... 差不了 還有50金牌賣相 你還沒有什麼好業的 好...反正就是我們台灣這個... 你應該叫樂觀 你不叫開朗 不是... 韓國人像這種歐巴醬 這麼開朗的很少 對 像這樣 他走路喔 撞到人都不跟你講抱歉 台國路上那些人很少這樣子 他這種笑容 因為他是老闆 因為他是老闆 對 韓國人臉超臭 他就在韓國國不下去才來台灣的 他就捷運到捷運都客嘛 然後走路就被撞了他也不理你 對... 因為被撞的你知道嗎 對啊 真的 而且韓國還會撞回去 而且我們上次錄影 你看韓文都忘記了 你看半天耶 你不是有在開班聖課嗎 好 你要講什麼 你來... 反正就是我想好一個非常好的解決 這個房地產這個問題 是 就是開朗的 租房聯誼會 我也是這樣看正經驗 有可能很激發的嗎 一個人就是一直抱著充氣娃娃 是不是 還有寂寞啦 對 寂寞啦 要怎麼辦 很簡單就是說 需要房子的 就是要住房子的 就是到一個場合 男女一起來 對 你看 然後就是那個 就是看一下聯誼之後呢 我跟你說 不錯 在哪裡啊 在哪裡 他家 我們家 開兩家 開兩家 先碰鬼片 然後呢 我們就一起吃個飯 然後就是稍微就是認識 你住哪裡什麼什麼 然後就是 剛好就是我們靠近我們的公司附近 那就是你住多少 我住的是兩萬二 好 那我們一起分 好不好 對 你看 然後 我 我 你 沒有 那個地方很可怕 沒有 你應該叫很可怕 你應該叫 開朗的開房聯誼會吧 對 所以新一區那些女孩子 就被你撿回去的啊 對 那就是很害羞的女孩子 你會這樣 對 你會撿回去 台灣的動作很快 對 真的超快的 就被撿走了 不行… 好的 所以要報名的話 我們沒有鑽線 也沒有意思可以 有不好 欸 真的有效果 有點神奇耶 真的 好 講完生活之後呢 其實很多人來這邊 都會結婚 生小孩 所以想問一下 如果跟你們國家相比的話 台灣生小孩辛苦嗎 養小孩辛苦嗎 不辛苦 辛苦 只要兩個不辛苦 三個 三個不辛苦 我就說 因為在台灣生小孩 那政府有補助嘛 說一胎有三萬嘛 那送胞胎有七萬嘛 那能生三胞胎的話 就十三萬五千嘛 對 所以是桃園嗎 桃園的 對 桃園 桃園是台灣最好的 對 桃園 桃園市長是誰 這麼好 桃園的那個補助是最高的 對…最高 還有一個比較不辛苦的 就是那個教育方面 因為在台灣那個政府 就是會給那個 提供助學貸款 像印尼沒有啊 像印尼他們那個 就是學費的話 就是每個月交 每個月大概一千五到兩千 台幣 然後還有加上那個學雜費啊 還有另外一個是建築費 建築費的意思就是那個 學校的建築 維修 維修啊 保養啊 或是什麼什麼 什麼那個 不會跟建築有關的 那每個月也要繳那個 沒有 那個是一學期 一學期繳一次 有些是一年一次繳這樣 然後就是一定要繳的那個 所以就是沒辦法不繳 因為有的時候可能是 對 甚至於很貴啊 它那個建築費很貴 因為我小孩還小嘛 就是喔 大概幾歲 他四歲了 那在他還沒晚三歲的時候 我就有計劃要送他去讀書 送他去幼稚園讀書 那大家都知道 他的那個就是 名額太少了 對 太少了 然後就是抽不到 接下來就要讀 可以看一下 香港跟台灣的分別嘛 那我們香港就是 香港居民滿懶稅八個月 然後政府的補助有到 整餘不用錢 帶你上天堂 老師再說一定要記 因為我們人如果有新鮮好做 沒有人要做錢 台灣最好的50檔公司 他絕對不會有50檔 那我們香港就是 香港居民滿懶稅八個月 然後政府的補助有到 九萬五千 一學期 就是都是 等於不用錢嘛 那來看台灣就是 五歲 然後才有那個 就是 對 公立 免費 免費 然後私立的話才一萬五 一萬五 這樣怎麼讀 怎麼念 因為通常一個學期的幼兒園 要多少錢 一個學期註冊費 四例嘛 一萬五 一萬五 然後學渣費兩萬多吧 對 加起來兩萬多 但你還要月費 好一點 要一萬多 還有的娃娃車 對啊 娃娃車 對 台灣的月費 比台大還貴 蛤 對 一學期要十幾萬 很正常 而且因為真的 媽媽或爸爸的育嬰假 其實沒有這麼長 對不對 然後其實小孩可以早一點去 讓別人照顧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對啊 真的耶 好 所以這也是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 投資非常的重要 講到投資就要請憲哥 教教我們怎麼樣投資呢 投資最主要的就是 風險的問題 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 那講好像也對 其實這一句話是矛盾的 如果你只有一顆雞蛋 你怎麼分呢 用剉錢沒你 還是我買鐵蛋 所以 所以你如果... 不要開網站 你上次不是說你有三個 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的家庭 我們可能一個月可以 節省五千塊 節省一萬塊 節省兩萬塊就很了不起 一般家庭來講 那你要把錢集中火力 而且風險降到最低 很多人說那買基金就好了 因為基金你都不用煩惱嘛 對不對 那基金因為去年 真的不是很好 我們來看 這是去年的一個基金 第一名的十二點零五 第二名的六點多 就年報酬率 那以下就四點多 所以表現不是很好 表現不是很好 我們來看這是定期定額的 就是 那過去的五年 平均報酬率44% 好像還不錯 那其實是去年一年很好 去年所有的基金一到前十名 平均年報酬率都超過40% 但是前年...對不起 2017年 那我們講債券是最安全的 那最高也只有4%多 所以其實也都不是很好 那我們來看2018年的股票 只有第一名賺錢 真的 所以說 所以說我想 所以憲哥 真的 都是一些廢物 真的 不過廢物也有廢物利用的價值 就至少讓你知道 不要去碰到廢物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我的建議是 你自己當基金的老闆 不要給人家抽 那台灣有一檔股票 它是股票也是基金 它叫做ETF 0050 那0050來台灣已經14年了 那這過去的14年 平均的年報酬率 你就每個月買... 你都不要去想太多 這樣 是穩賺不賠的 對 而且它每年配息 它叫做0050 另外還有一檔叫做0056 它的代號叫0056 它的平均報酬率也都超過5.5 甚至6% 它是高配息的股票 因為台灣股市它像去年 它分了1.5兆的一個股息出來 它的平均是4.3 所以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這個是每個月角 每個月角 你就到證券公司開個戶 還是到投信公司開個戶 每個月你就在你的戶頭裡面 給它扣 因為我們人如果有新鮮好做 沒有人要做正式 人如果有神仙可以做的話 沒有人要當畜生的 所以有錢當然就要活貓 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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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0056 還有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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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最好的50檔公司 那絕對不會倒 好 絕對不會變壁子 好 當你存到錢之後呢 接下來我覺得大家可以 瘋狂的生小孩 因為我覺得真的生育率太低了 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在2017年呢 全球生育率最低的是新加坡 接下來是台灣 香港 其實真的大家覺得生小孩 很簡單沒錯 但你要養小孩很難 所以真的 我覺得各國應該 最近都有出了一些政策 讓大家可以增產報國 好好地多生一些小孩 所以你們國家有沒有什麼樣 對於生產有什麼樣政策呢 其實韓國剛剛那個 排名沒有提 當然是生育率很低 對 韓國也是超低的 那如果做很流行 就知道韓國年輕人就是 WTO玩很大 挑戰電視尺度 我覺得可以一個想法就是 可以多學習在日本 過12點之後看到一些AV或者是 主持人也好 我們就通通脫掉 脫衣服 真的OK啦 其實韓國剛剛那個 排名沒有提 當然是生育率是很低 對 韓國也是超低的 那如果做很流行 就知道韓國年輕人就是三拋 就是第一個 就拋棄的意思 就第一個不結婚 嚇死我了 對 然後 從他嘴巴... 從他嘴巴講不來什麼正經話 因為人家想歪了 三拋 三拋是正常的 然後第一個就是不結婚 第二是不生小孩 第三是不買房子 就放棄了 對 放棄了 好幾個三個 但等於人生就 完全三大目標都沒了 就是開心過生活啦 所以韓國這個幸福指數 就這麼低的原因 就是因為年輕人就覺得 沒看到一些快樂 幸福 幸福 沒有希望 對 那我覺得可以一個想法就是 可以多學習在日本 對 因為就是我們大家都沒有一個 很希望的情況 還是還是娛樂 這個快樂一下嘛 對不對 那就什麼 日本說12點 過12點之後看到一些AV 或者是... 沒有 沒有 是啊... 對啊 那我們這個台灣是... 衝細娃娃 衝細娃娃的 那我們台灣是... 12點之後呢 主持人也好 我們都是通通脫掉 好險我們節目 現在12點已經就結束了 好 所以是... 所以你剛剛到底講了什麼 有增加什麼 所以你剛剛講的重點是什麼 對啊 你們在講什麼樣的政策嗎 三拋三拋 三拋 然後再找AV 什麼政策到底是什麼啊 三拋都要不要 過一天 算一天 很鼓勵 所以對 需要一個 我們就不斷去找一些節目 或是什麼的 對 回不去 其實已經變了那個 不能回去的那個章 偶像已經在那個 出入境管理中 太可怕 我們那邊是沒有睡女生 是睡女 不要再生了 太多了 量太多了 對 因為我們那邊生太多 一個家庭可以生到10到11個 現在耶... 也是會有啦 比較少是以前 就像我家 我家就是我是弟 好厲害喔 家家戶戶大家庭的越南 有什麼方法 降低人口成長呢 大家好 今天我教你一句很有用的日文 OK 你去日本的時候呢 OK 你去餐廳 剛好客滿 沒有位子 好 那你想問店員呢 大概要等多久了 大概要等多久 好 日文怎麼說 日文是 どれぐらい待ちますか 再來一次 どれぐらい待ちますか どれぐらい就是大概多久 待ちますか 所以要等 好 那再來一次 好 那再來一次 どれぐらい待ちますか 學會了嗎 我們那邊是沒有睡女生 所以你不要再生了 太多了 量太多了 對 因為我們那邊生太多 一個家庭可以生到10到11個 現在耶 現在耶 也是會有啦 比較少是以前 就像我家 我家就是 我家就是 那你們家老大 哥哥還是姐姐跟你差幾歲 你們家最大的是 最大的是 姐姐 差的好像20歲吧 他等於每年都在懷孕生子 是以前的 對 就是我們那邊現在就是 催你不要再生了 每個家庭 一到兩個小孩就可以了 就是你走在路上 你會看到場地上 它 國家會寫上去說 不是啦 不是沒有講那麼直接啦 他就講 他會寫上去 走到那裡都會看到 他寫說 所以妳是你們家第十一個 對 我第十一個 那你們家總共有幾個小孩 十一個啊 十一個 對 對啊 我覺得 其實就對了 對 足球隊 我想說 一個夢想 為什麼我們太開朗了吧 好可怕 可是那個 我之前看報導 那個匈牙利 匈牙利總體就有說 他們要鼓勵生育 要讓希望說 他們國家的人有沒有 不用繳所得稅 爸媽不用繳所得稅 然後呢 如果說呢 這樣子的話 你還可以去買七人坐的車子 還補助二十幾萬 我覺得台灣應該要有 真的 真的 我差一台 我差一台 對 如果生四個的爸媽媽 那個兩個人 二十個小時工作 如果在台灣的話 真的真的也不一定養得起 真的耶 加上幼稚園什麼的 什麼都四個 現在生四個的超級少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可以跟寫華麗總理學習一下 真的耶 這還不錯 我覺得這在一個地方 幸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希望 大家一起加油 政府也一起加油 讓台灣生活呢 可以更好更美滿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T.O.姐妹妹 下次見 拜拜 快來訂閱我們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